大姐咱既没有漂亮的长相 丰满的身材 年轻的岁数 是谁给你的勇气 敢提出这么不着便的要求 就算是良静如家的亲戚 也不能放肆到这种程度吧 今天来相亲的李大姐 今年52岁 月入2000元 没妨记住在前婆婆家 这屋确实是这一进来 这都找着啥呀 这是啊 这是个有灵的什么 我洗个东西 挂着衣服啥的 哎呀妈 这屋里的灶的 我问一下咱家这咋这么多东西了 这咋都不冷了 我一说都没啥用了呀 不能冷 冷完了 他回来给磨叽了 你知道吧 他在这 谁回来呀 小孩他爸回来给磨叽了 你知道吧 大姐平时靠座位上维持生计 别看朋友圈不是晒房又晒车 实际家里过的是一地鸡毛 今年不行 童年好 过年时候 我连该网上卖哈 这东西 有些东西 这还在网上 还在网上卖呢 不是 化妆品 也能卖700千块钱 今年就不行了 就卖1000块钱都要费进来 就在微信上是吗 就卖化妆品 天天作家天天丑 身无分文囊羞涩 有心筹钱无处见 至今已五米下锅 现在大姐的日子 过得是拆了东墙 腹西墙 说不定哪一天 房子都得被前夫收走 所以这次大姐来相亲 已是有备而来 要求红娘给介绍的对象 必须得有房 他随时回来 我就跟韩国 还得出去住房吧 我今天找个 找个差不多人 我就 就是这么个意思 为什么有责任心 今天都是工业好的 不好我肯定不干 反正我这个家 我没有钱都无所谓 了解完大姐的自偶诉求后 红娘找到了 加入三间大宝房 年入600块的余大哥 一个月就在家整天养过他 多少头牛啊 这也没几头呢 这不七 这六头嘛 这都是母牛 没有工 咱家养的全是母牛 那没有工牛 这都坏 都带上咱了 今年下的 今年能下三个 去年下四个 去年卖了 我哥也收入五万多个 我都给儿子了 不要 这为啥呢 我也没心思考老伴 那那个家里的地呢 我哥也种七亩的 今年能卖两 都达两万斤吧 两万斤我卖了一万斤 把那一万斤 留着为牛 啥呢 这一车花五万多 我看他家好像啥车都有 是不是 嗯 基本农具不缺 在别人家还有两台车 为啥放别人家来 搁不下 搁别人家的车哭哩了 有小四轮子 还有一个小四轮 两个小手扶 还有一个一顿饭 还有一个大车 就这些 摩托车 反正我们家的东西 不上别人家借去 要说过热子 大姐绝对没得挑 但是到底是不是大姐的菜 那得煎了面才知道 人长得不错 一瞅一瞅就得 有点那个富太阳 还行 我跟你说 这圆子瞅着利索了 这人就不错 两人见面后 对比此的感觉还不错 就在红娘以为两人有戏时 却被大和叫住了 眼神瞅还行 关键就是 我这一瞅 她就好像是离异的 啊 怎么看出这个 她离异的 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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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人不那么太亲 离异的没有靠她 要是死头的 她就是有靠她 愿意找对象 厉害啊 大哥 这都能看得出来 大哥说了 自从离婚后 相过的对象使得手指头 都得来回数好几遍 所以总结经验 这离婚的来 相信的不怎么有诚心 她都是上下都打量 带个不够的 别是说 她的意思 她是需要安全感 对呀 因为我 我就是要男人伤害了 我就防男人 婚姻吧 是怎么的 不是一个儿戏 那你说 你这边有对象 那你再胡扯 那和公策有啥区别呢 一说公策 大哥那不堪回首的 曾经再次涌上心头 想当年 咱这绿帽子 也是戴了一顶又一顶 那时候离婚前 是用啥的 三岁以前 那小崽子刚舍奶 大了三岁 就听那个征婚启示 完了跟人走 三天把她找回来 到那边我好准把她打 后来她又有一次 你说去打麻将 我到两家 两家麻将馆没找着呢 完后我把插合打车回来 打到我老丈母娘队 我们老丈母娘 知道我要打她 随后就跟着 我问钱 到老丈母娘前 我小大大吧 如果有真杖 我就打到这两位 男人打女儿不算男的 男人打女儿不算男的 本来以为曾经的悲惨经历 能在大姐身上得到点安慰 顺便找点共同话题 没成想大姐非但不同情 还要给她上一课 大哥我不是批评你啊 你是做丈夫还是没做到 做到 就你姐夫还跟俩有俩孩子了 你知道不 还有这么深的感情 说跟你跑一跑 那不可能 这还是你的原因 我承认我就跟她皮育不好 皮育我的皮育不好 我从来我没因为我自己错 就现在就你说一千到一万 就我媳妇带这工钱就这么老 她也拟不了我上宿 酱 酱 酱的石头都拉不上回来 我感觉 她酱的吧 她有错她不知道 她永远对别人的错 好男人永远不让女人伤心 我是她媳妇 一天都过不了 当然 你就一命 骂人家的话 小王八就当得硬 伯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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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既然不合适 那就各走各的道 没必要整得及时白烈的 看着气氛不太和谐 红娘也是及时喊停 随后又给大姐介绍了 这位无儿无女无牵无挂的康大哥 康大哥 这是李大姐 敬平李大姐 这是康福姓康大哥 演员 按演员说没相忠 没相忠 长得不白一样太黑了 个儿胖子都够 就差白了点 就差不白一样 对黑我就没有感觉 条件一小块板板 最近它才有两个屋 一个屋 公寓都是一室一室 但是大哥说了 这房子本身咱也有打算 想换一个 换房是肯定能换的 想换一个多大屏 想换最麻的一时一丁 它也没多大两个 我就直接跟你说了吧 一半年换不了 我不能尿都是在挪屎 我要同意 我们楼不都化工丝退休的 吃了个别人不见 我连看都不看 哎妈 颜文爷都要换西服了 你咋还搁这庄黄族呢 癞蛤蟆打蛤蟹 口气真不小啊 话说进水楼台先得月 既然小区里到处都是金额的 还来电视上亮什么箱啊 可大姐说了 除了对房子有要求 退休金也是有标准的 你看之前你不是跟我说吗 只要他有房子有退休金就行 得五千往上啊 五千块钱往上我还得打工 多少 得五千块钱往上 哦 你要大哥退休金五千往上的 嗯 他得有房子粮食的 嗯 我们那个什么 那个都七个千的 就花过去退休的 真是大姑娘坐花轿 头一回啊 见过假酒喝多了呢 可头回见说梦话呢 可大姐说了 鱼个千层网 往往还有鱼 说不定就被我钓到了呢 达到你看你说的这个标准的 嗯 他要找的吧是什么标准 我想问 你肯定要好的啊 对啊 找不着我找不着最拉倒啊 得了 按着你的要求 康大哥肯定不是那条合格的鱼 赶紧拜拜回家继续做梦吧 哎哥 没缘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也喜欢小弟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我是爱你们的小咖 咱们评论区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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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